今天看到有好漂亮的板栗选了四斤回来 女儿特别喜欢吃板栗烧鸡 一到冬天就很难买到板栗 真空包装的总觉得不好吃也不安全 就想着趁出板栗的季节多买点储存起来 放在冰箱冻着吃一年都不会坏 现在把板栗的尾部切个口子 很多人喜欢在它的背部打十字花刀 这样很容易伤到手 切尾部不仅简单 而且切起来也特别的快 切好的板栗装盘 接着来烧一锅水 往锅里加盐 搅动均匀 水开后倒入板栗 煮三分钟左右 煮好先捞一部分出来 其他的全部泡在水里面 水分一干啊板栗就不好剥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小技巧哦 试了多次才得出来的一个经验 来看一下是不是很轻易的就把壳剥掉了 四斤板栗呢我才用了十分钟就剥完了 先把它放凉 今天是一女儿的要求做个板栗鸡 老板把鸡给我泡好了 洗干净就行 一只呢有点多 留一半 下次再来做 鸡爪剁下来后 先把它的饺子夹切掉 再来剁成小块 剁小一点 更容易入味 起锅烧油 下入板栗 先把板栗用油炒一下 吃起来肉质就会紧实一点 接着再往锅里加油 下入姜片 炒香后倒入鸡肉 鸡肉不用焯水 可以保留它的原味 炒至变色后 加点料酒去腥 再来点老抽 增加它的颜色 生抽 盐来调个味 倒入板栗 翻炒均匀 来点清水与鸡肉平齐 煮开后 翻动一下 把锅盖盖上 转小火 焖煮瘦汁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把凉透的板栗 用保鲜袋装起来 这几天都有大量的板栗 拉过来卖 明天再去买点 多囤一些 放冰箱冷冻 留着冬天再吃 鸡肉也焖的差不多了 加点辣椒段 再来点大蒜叶 就可以出锅了 好香啊 板栗粉粉落落的 鸡肉呢 也香而不腻 这样的家常菜 也是我女儿的最爱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